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稍等一下喔 之後我們大家早安 好 我來開始介紹了 所以我們大家早安 Artist的車友們大家早安 今天假日耶 但是還是特別日的 都已經九月中旬下旬了耶 還是這麼熱 那今天直播的地點 是在台灣的台中 檀子 就是Catty Racing的工廠 那今天要安裝的車款 是十二代的Artist 那這一台Artist 去年 剛上市的時候 三四月的時候 經理就為了找這台車來開發 花了很多心思 那這一台車其實 它的一個底盤的反應 比前一個世代 九代 十代 十一代 十一點五代的話 來得好很多 因為已經改成著名的公用底盤系統 叫TNGA 那像這個後方的避震器 已經變成是彈簧 跟避震器分開的結構 如果有看過基底直播的話 就大概知道這個底盤 真的比上一個世代進步了不少 那為什麼要做改裝 因為改裝之後 它的操控性會變好 原廠的避震器 它得要兼顧到 比較多人選擇這台車 它想要的舒適的感覺 但是有舒適操控的話 恐怕就沒有那麼好 那像這台車 雖然已經用TNGA了 可是當它過彎時候側傾的一個幅度 還是比較大 因為比較舒適一點點 那所以改裝了避震器之後 它過彎側傾的幅度 相對來說就會小很多 那在車高調整的部分 像這台車 像這個排氣管是四出 然後尾翼 還有後包 側裙 還有前下巴 整個都已經有迎合一個風格 但是 旅圈還是原廠 原廠就已經17吋了 215 4 5 7 所以 唯一差的呢 就只有一點 把車高降低之後 整個車子的跑格 就拉上來了 所以 車高降低之後 當然啦 我們看到一般的超跑 它的車高都是很低矮的 那相對的重心比較低 操控一定就會變比較好 但是車友今天的車高 其實沒有要降到很低 它原廠的話 如果以經理的手指頭來說 輪胎到葉子板的上緣 大概是四指幅左右 那今天想要把它降低 大概剩下兩指半 那也就是 比原廠低大概 25mm左右 那這個高度就好像是 一般車子我們改裝 短彈簧的一個側高 並沒有到什麼 輪胎到葉子板切齊暢爛的程度 因為到暢爛的程度 其實我們一般開起來的便利性 並沒有很好 但是當然啦 一滴這三種 降低當然就帥很多 這一台車 我們只有要降低 大概到兩指半而已 那兩指半的一個車高 如果再低的話 後輪 它後輪的這個camper的角度 就會變得比較趴 就比較有可能輪胎內側會磨耗的比較快 那就要改裝後輪的仰角調整器 仰角調整器的就會多出一筆費用 所以權衡之下 大概降低 大概剩下兩指半左右 是比較建議跟推薦的一個車高 那也不太會影響到 我們一般行駛的便利性 那手上拿的這一支避震器 這個是後方的避震筒心 它在上方 這裡有一個上座 上座的話是需要沿用的 那前面的話是 前面是麥花城的懸吊系統 這個是麥花城的懸吊系統 那它有上座 這個車都還超新的嘛 所以上座的話狀況都還很OK 這個上座的話 KT也會附新品 所以上座就不需要再拆 原廠的上座來留用 我們就附一個新品 那這個12代的話 它這些零件全部都是12代所專用的 規格 像是這個理載船的固定點 這個是油管架 前面的煞車油管 跟ABS感應線的固定點 這些都是12代所專用的規格 那KT的話 也都是做這台車專用的一個規格 前面是麥花城 那後面的話 彈簧跟避震器分開 然後 來 這個是後面的彈簧 長度還蠻長的 這個是後面的筒身 那後面的筒身 它的 它避震器擺臂的位置 比較靠近前面 也就是我們支點的內側 所以它的筒心的長度 其實 滿短的 滿短的 所以它的行程作動 就會比較少一點點 那我們再來做一個測試 這台車 如果有的車友 想要改裝的是短彈簧 這一個 鏡頭這樣拍得到嗎 這樣拍得到 這個是它後方的緩衝滿頭 它緩衝滿頭很厚 如果把這裡折起來 大概緩衝滿頭這麼厚 它行程才這麼一點點 好 如果我們饅頭 來假裝到底 它的行程剩下這一些 好 行程剩下這一些 那 車子著地之後 它的車重 會再吃掉 大概這麼多的行程 那也就是說 這台車 如果前面的賣花承系統 來改裝短彈簧 是沒問題的 但是後面的話 如果改裝短彈簧的話 當不要說重賀重 不要說我們載了三個成人 兩百公斤之類的 只要後座稍微有載一點 有份量的乘客 就有可能會貼著滿頭再跑 那貼著滿頭再跑 其實還不至於 會影響到統勝的壽命 但是它的行程的作動空間 已經用完了 所以就等於是貼著滿頭再跑 這個緩衝滿頭再跑 所以一般車友會問說 那這台車改裝短彈簧之後的感覺怎麼樣 如果是其他世代的話 可能改裝短彈簧起來 是還OK的 但是這個世代 經理個人的建議 比較不建議改裝短彈簧 因為它本來的後面的行程 就比較有限了 如果我們還改裝短彈簧的話 它就會犧牲掉滿多的行程空間 那所以行程就有可能會有 不太夠用的狀況 所以會建議後面的話 這台車的系統 建議改裝套裝式的避震器 那當然選擇性很多 台灣做避震器的市場非常競爭 選擇的是 有口杯 然後收服 那本身是不是工廠也還蠻重要的 因為工廠的話 日後萬一有遇到什麼狀況 才有辦法提供單一零件的更換 或者是收服的部分的話 會做得比較完美一點 這個是後面的統身 那KT的話 在台灣的銷售通路上面 我們銷售的體系也還蠻完整的 從台灣的北端基隆 在百福社區 基隆契圖的百福社區裡面 有據點 南到屏東都有據點 包含宜蘭 台東 還有花蓮的話 花東也都有一個可以安裝的據點 所以如果車友沒有想要安裝的話 都可以跟我們小便聯絡 那在避震器的選擇部分 經理的話常常在這個影片當中 跟各位分享 避震器的選擇其實 詢問車友的話 其實只能當一個參考 避震器最棒的選擇方式 還是實車來試乘 像我們在剛剛提到過了 北區的經銷商 中區的經銷商 或者是我們中區的工廠 甚至是南部的店家 都有提供試乘車 都有提供試乘車的服務 來給車友們來試乘 那車友們的選擇避震器的時候 會建議試乘看看 如果滿意之後再來考慮就好了 好那我們來介紹一下 今天KT安裝到12代Artist上面的一個狀況 今天沒有小便 所以移動鏡頭會有一點晃 請大家包含一下 S5借個燈好不好 因為白色的車所以有點過曝 那我來介紹一下後面的 後面的話它已經改成是一個 多連桿的啦 腳再痛 好 謝謝 這樣比較清楚 這個是後方的桶身 那剛剛說的這裡 假設這個是一個三角幾何 它支點在這裡 所以桶身擺臂的位置 如果越靠後方 這個是車後方 如果越靠後方的話 它的長度就會越長 如果靠近支點的話 它的避震器的長度就會越短 阻尼軟硬度的話就會越強 所以擺臂的位置 跟懸吊幾何設計呢 都不太一樣 像這樣的幾何設計 在歐系車上已經行之有年 從Golf的五代大概05年左右 15年前的話 大概就有類似這樣的底盤設計 但是Golf的桶身設計 它不是擺設比較前面 它擺設的位置比較靠近後方 所以它的行程做動長度 會比較長一點點 主題的話就不用做到那麼像 所以這個擺臂的位置的話 是比較靠近前面的 所以結構大同小異 可是設計上呢 稍微有一點不一樣 這個是後方的桶身 那這裡可以看得到這個是彈簧 彈簧的下方 彈簧下方有一個調整機構 哪一個調整機構 就是來調整車高的 一般我們叫High Low Key High Low Key的話 就是在調整車高的 這台車如果要調到最高的話 大概可以比原廠低大概半指幅左右 那最低的話是大概 剩下半指幅以下 以215 4517的輪胎規格來討論的 因為這個安裝 我們安裝的數量也還不少 那有很多安裝的Data數據 可以提供給我們參考 所以最高跟最低的調整範圍 還蠻寬的 那它彈簧跟避震器分開的結構 剛剛說了 彈簧下方的這個是在調整車高 但是這個桶身 可以看到這裡有一個齒輪狀環狀的托盤 這個托盤 是來調整這個長短度用的 但很奇怪 這個托盤的調整長短度 這個桶身的長短度 並不會改變後方的車高 因為後方車高的改變 是靠彈簧這一端 這一端的話 它為什麼能調長短 因為這一端的長短度 它是來取決這一條彈簧 是不是要做預載 預載就是壓縮的意思 那這一條彈簧 一般我們後方的彈簧 預壓縮大概3到5mm 不是3到5公分 是3到5mm 所以這一台車有一個特別安裝的重點 就是這個桶身的長短調整 一般來說 如果比較少接觸到改裝避震器的話 這個環節 比較有可能會出一個出差錯 所以安裝的重點其實就只有這一個 那如果這一個後方的桶身 縮得太短的話 它後方的彈簧預載過多 預載過多 我們遇到些微坑洞的時候 它的坑洞處理能力會太過於激烈 那低速坑洞處理的能力就不太好 所以這個後方桶身的調整 不論是不是裝KT的 都非常的重要 那在桶身的上方 這裡看不太到吧 剛好鏡頭中間這裡看得到 這裡有一顆旋鈕 這個是上座的話 它有很大型 上座的下方這裡有一顆旋鈕 這一顆旋鈕 就是在調整後方的軟硬度的 所以軟硬度的話 我們從這個地方來做調整軟硬度 如果線上的車油有問題的話 很歡迎立刻詢問 那經理會把鏡頭移到大家想要了解的一個地方 後面介紹完畢了 我們後來介紹前面 前面的話比較簡單一點點 因為前面的話其實從九代十代十一代到現在的十二代 一直以來都還是麥花城的懸吊系統 那麥花城的懸吊系統比較簡單 彈簧跟避震器是一體的 是一體的 那這一條彈簧比較特別一點 這一條彈簧比較值得來介紹一下 這一條彈簧它不是打成直捲式的彈簧 因為一般像這樣的避震器 搭配的彈簧會配成直捲式的 那直捲式的彈簧 它的作動是直上直下 這一條彈簧它是好像一個燈籠型 而且燈籠的外徑拉得很寬 所以它在坑洞處理的時候 還有一部分的力道 彈簧車重往下壓 有一部分的力道會往兩旁示範 所以在舒適度上來說就會好很多 所以這個是這樣的彈簧設計 能夠兼備到舒適還有操控性 那前面的彈簧攻擊數 我們是打7公斤 那這裡的原廠固定點一樣的 這個是離載串的固定點 這邊的話鏡頭有點遮到 這邊有ABS的感應線 還有煞車油管的固定點 都是在這個地方 那上方的話 我們先來介紹推高調整 前面的麥花層推高調整 就比後面簡單多了 我們只要把這一整體的長度 從這個 這個 這個 角座 下座的上方 這個齒輪狀的銀色托板 懸鬆之後 它就能調整長短 那要高一點 就把它的整體長度調長 它的側高就變高了 那如果要低的話 就把它長度把它縮短 側高就會變低 所以這個調整 比較簡單一點點 那我們來看一下 上方調整 好了 它這一個 十二代的話 它的上座 上座在這裡 上座 這裡有一個塑膠的飾板 塑膠飾板需要拆開之後 就可以看到它上座是被這個板件所覆蓋住了 所以我們在施工的時候 會把這個上座 這個薄薄的板件 我們鑽一個小孔 那鑽一個小孔之後就可以把這個調整鈕穿越之後 就比較方便車主來做調整 如果要調整阻鈕的話 往數十針變硬 往逆十針變軟 有三十段的阻鈕可以調整 就相當的方便了 好 以上是今天的安裝直播分享 好 我們要準備要上輪胎了 準備上輪胎 那上完輪胎之後 就準備做一個入試了 這一個世代很漂亮 那如果吹我們的話 有對剛剛的影片有任何問題 或者是說有想要試乘 都很歡迎跟我們聯絡 經理在文章上面有打上公司官方的LINE 那記得前面要加小老鼠 就可以跟我們聯絡 以上是今天的直播分享 謝謝大家 掰掰